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霸诈 即是好事自缘 可以分作两种解释 一种是指一个人多管闲事 你可以说他是霸诈 另外就是用来形容人 嘴多多 太多话说 也可以叫做霸诈 霸诈的本字是怎么写的呢 原来霸诈应该是写成这样 这两个字读什么呢 读盆思 读盆思 说回这个霸诈的霸诈 即是盆字 讲习语当中解作 盆念罪也 至于这个诈 即是诗 诗的本译就是指水尽的意思 说文解字讲到 它说诗 水索也 索即是尽 那引申位就是 但凡事物的尽 都叫做诗 那盆思 加起来 可以见一下 就是指 诗无大小都寸盆滥霞之耳 从而引申为多管闲事 或者是厚多 我们可以这样做句 别人家里的东西 你就不要管 不要这么霸诈 你以前经常听见 那些阿妈 或者那些长辈 教过那些小孩 那些年轻 那些年轻 年轻 你不要这么霸诈 斯文一点 注意一下 我经常就不明白 为什么就是 这个年轻 才不能霸诈 那就是说 做了师奶之后 你就可以尽情地霸诈 脆谈说话 一起出发一下 我们下期就一起 脆发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